好的 那根據電腦模擬的資料來看 這波 含流大約是從週日開始 週日還有下週一 不過它是一個 環境式的這一個寒潮 所以開始的時候降得很慢 要到了下週二 到下週三 下週四 這三天才是強度最強的時間 那也在這一段時間 它才會降到這個 臺北市的這個觀測站 十度左右 也就是說達到含流的這個標準 那在空礦地區 可能就會降到七度左右 那以最新的電腦模擬的資料來看 這個零度線 在週三的時候 是剛好卡在臺灣的北端 美國模式也是差不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模擬的狀態 它已經比昨天的這個模擬有稍微減弱一點 所以它會跟二零一六的這個霸王級寒潮來比的話 是差得非常的遠 所以不用把它看成那麼冷的一個狀態 不過終究是一個寒流 大家還是要到時候還是要注意保暖 農與養殖業 也要注意在週二到週四 這一段時間的低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 衛星雲圖上面顯示出來 這個雲層 就是已經大幅的減少了 只有在山區有一些低雲 那在平地 都是相當晴朗的一個狀態 那在清晨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雲方面的降雨 我們來看一下雷達回坡 也可以看出來 目前臺灣附近的這個回坡 已經相當少了 只有在東南端這裡 還有一點點 今天實際上的降雨 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還是在東半部 這個就是原來在東邊的雲系 所帶來的降雨 不過現在的 這些雲都已經非常弱了 所以這雲也逐漸的都停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在氣溫方面 就是今天很明顯的 又比昨天還熱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西半部 都是白天都還蠻溫暖的 不過在清晨 還是有輻射冷卻 帶來比較低的溫度 所以日夜溫差相當的大 那明天的天氣 我們從定量降雨 預報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雨相當的少 不過在明天晚上之後 東南部開始會有一些水氣上來 所以從明天晚上到後天 這東半部下雨機率又會稍微提高 不過對於其他地區來講 都是晴朗穩定的 而且氣溫還會持續的上升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在未來的天氣 就是明天後天 算起來都是晴朗穩定的天氣 只有在東半邊 慢慢水氣會增多 那在週六的時候 就有一波封面通過台灣 所以各地的天氣都會轉變 尤其在中部以北東半部都會下雨 南部山區 甚至於南部平地 也有一點點降雨的機率 不過這個水氣在禮拜天就通過了 就會剩下這個陰封面的 就是北部東半部的可能還有一些 降雨的情形 氣溫方面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明天後天還會持續的回暖 全台灣都是同樣的狀態 那在禮拜六 因為這個封面通過下雨 所以溫度稍微下降 那真正的降溫從禮拜天開始 逐日的下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溫度 下降的速度並不是很快 不過已經進入這個 冷空氣的影響之下了 所以日夜溫差也會縮小 到了禮拜天的 禮拜一的半夜就開始 在臺北市也會降到十度 空曠地區已經開始降到十度以下了 所以就會進入禮拜二到禮拜四 最冷的一段時間 所以週四五就是明天後天 都是還是晴朗穩定的 只有在東半部 慢慢的水氣增多 有一點降雨的機率 天氣都是舒適為熱 早晚還是比較偏涼一點 週六方便通過 天氣會轉涼 以上是追星的氣象